从历史上看,无论在战争年代,还是和平岁月,间谍的作用都不可小觑。纵观间谍的历史,总是女性居多。 这是因为女性间谍在秘密的谍战中拥有独特的优势,她们具有执行多重任务的能力。 尤其擅长角色转换,为了达到目标而压抑自我方面,也比男性有优势。 而在现实生活中,为高权重,掌握国家重大机密的多维男性,而男人喜欢美女。 这是人之常情。 正是因为这一点,世界各国的情报部门,都把招募间谍的聚焦点,转向美女身上。 利用一些政府或军队中的高官贪图美色,而窃取机密情报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由于美国是核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,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,特别是核子原料科学家。 只要他们出门在外,不论到哪里,大多数情况下,都有风流女子,主动前来搭讪诱惑。 他们出差国外,也能碰到当地来自一些敏感国家女性的性诱惑,并跟他们发生性关系。 这些女性包括妓女、女士、店员、招待、大学学生、政府职员等等。 尽管这些科学家,多数年过半百,但则心不减。 难以把持。 不由自主地被一些有姿色厌绝的美女间谍诱惑上床。 成为美女间谍的俘虏,无意中把核机密透露给女间谍。 二战期间,苏联女间谍马加利达科念库娃,受命去美国窃取原子弹秘密。 进入美国不久,他成功混进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深学者的小圈子。 当时,年过花甲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,也在这个小圈内。 据报道,科念库娃当时在克格勃的代号是卢卡斯。 她丈夫是苏联著名标速家谢尔盖科念库夫。 1924年,年轻貌美,沉于洛艳的科念库娃随丈夫来到美国,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定居。 1935年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科念库夫,为爱因斯坦做一个雕像。 科念库娃奉上级指令,以驻守的名义与丈夫,一起来到爱因斯坦的工作室。 在爱因斯坦面前,这位绝代佳人,秋波暗颂。 那眼轻抛,不几个回合,即将爱因斯坦俘获。 在把玉体献给爱因斯坦后,他不仅俘获了爱因斯坦的身,更是俘获了爱因斯坦的心。 让爱因斯坦春心荡漾。 欲罢不能。 1945年,科念库娃夫妇,奉命回到国内。 爱因斯坦思念科念库娃之心,随着岁月流逝一发强烈。 他连续给新上人写了九封情书。 他说, 我开始阅读关于魔法和预兆的书。 他让我确信。 冥冥之中有恶魔夹在我们之间。 弄丢了我们的信我坐在沙发上。 叼住你送的烟斗。 用你喜欢的铅笔份笔集书,如果你不忙。 赶快给我回信吧。 就这样。 情报随着科念库娃和爱因斯坦的乱世之恋而流淌。 苏联也因此获得了大量导弹和武器方面的尖端技术资料。